區域法院就前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多宗暴動案判刑 最重的一宗被告判監4年 一位而報道 其中一宗機場暴動案在前年8月13日發生 当時大批示威者包圍和損毀警車 有警員到場驅散 被被告等10人围毆幾分鐘 有人試圖搶警槍 有人就搶走警棍敲打警員頭盔 法官判刑指警員所受的威脅比旺角暴動更加迫切 在機場內暴動亦較街頭嚴重 兩個被告社區主任邱文敬和港鐵維修員葉文亮 承認暴動判監3年9個月 同案另外兩個被告非法集結罪成判監13個月 另一宗暴動案在荃灣發生 專業教育學院學生蔡子聰同樣認罪 他在前年8月25日當日用雷射筆照向警員 之後到深水堡另一個示威現場後被捕 法官說被告戴備防毒面具 替換的衣物等不接納是衝動犯案 說用雷射筆照眼可以致盲 雖然他不是領導角色 但當日有人扔磚和汽油彈等的致命武力 情節嚴重 被告在場提供支援和鼓勵 判監4年 另外條酒師沈俊傑前年11月3日 在旺角縱火被捕 他承認暴動 至於縱火和違反禁蒙面法 控方不作起訴 法官說案發時 正直社會事件暴力不斷升級的時期 被告用火損毀財物 案情嚴重 判刑要具阻嚇性 判被告監禁3年3個月 有線電視記者 優惠儀報道